嗨 大家好 我是李海洋 来 请帮忙按赞分享一下 我来讲一下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火劫事业 各地接传火灾意外 而且都造成大意外 哪些人需要注意哪些时段会引火上升 当然煮饭的时候是最可怕的 那基本上的话呢 火能量很强 最近的火星呢 开始展现了它的火能量 而且呢我们要看到呢 其实整个去年度火灾一直都很多 火烧车 火烧山 火烧房 火烧 莫名其妙的事情 先讲一下 今年2022年呢是水 天干是水 地支是什么木 木会生火 所以呢 这个水焦木应该木就不能生火 那但是呢还没有到2022年 农历 所以12月之前都算2021年 那西洋的新历来算的话呢 现在是2022年了 但这个月呢是什么月呢 是辛丑月 辛丑月的话 我们在农历的12月呢 文昌化霜季 好那基本上来讲的火灾能量还是非常强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呢 美国呢 科罗拉多州呢 在12月30日传出野火灾情 超过三万人在跨年前夕呢 遭当地政府呢 紧急撤离家园 三万人是什么概念呢 来一个家庭如果是三个人 那就是一万个家庭 如果是两个人的话 这一万五千个家庭下死人 我们平均来算好了 就算他算一万个家庭 那一万个家庭没有人 没有地方可以住耶 延烧到民房耶 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好接下来呢 这个科罗拉多州的州长呢 波利斯呢 已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 好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警方透露呢 该起野火疑似因为附近呢 电线及变压器遭大风吹倒后 产生的火花所引起的干旱及强烈阵风 助长火势迅速蔓延 然后消防人员及飞机难以前往救火 这么严重耶 消防人员没有办法救火 飞机也没有办法飞低空来救火 连扑灭他的几率都很低耶 那是不是让他就是真的 一直不断的在蔓延当中 所以有三万人无家可归了 好报导指出呢 首先被通知呢 撤离的为拥有1.3万名居民的 博尔德郡苏碧利尔市 哇这么长 来再讲一次 博尔德郡苏碧利尔市 随后居民呢 居住在路易斯威尔市的 两万一千多名的居民呢 也被命令撤离 总共撤离了三万多人 那报导指出呢 首先被通知的是 这些三万多人 至今呢 已导致至少有600座房屋 一家饭店和一座购物中心被烧毁 数万人被强制撤离 如果不撤离的话呢 你想想看 那会变成什么样一个火海呢 好烈焰冲天串天 那这个呢 令人惊悚万分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台湾 台湾呢 桃园中立工厂起火呢 烈焰直串天际 好看到了没有 吓死人的这个大火 根本都是 整个看到没有 从这边一直到这边 整个工厂全部烧毁 这个一下子而已哦 你知道火是水火无情 我们一直在常讲水火无情 那桃园市中立区 原光路一家呢 环保工程公司 在1月3号凌晨 突然起火燃烧 熊熊大火不断往夜空窜身呢 经消防人员全力灌注呢 在5点33分才扑灭 凌晨的话 大概是11、2点的时候 或者1点的时候 那也烧了四五个小时 所以呢 现在呢 正在进行残火的处理 好那消防局呢 1点15分或报案 所以1点钟开始烧到5点多 很恐怖哦 烧了整整四个多钟头 位在中立区的原光 二路一家工厂呢 这个整个起火燃烧了 现场是一处铁皮结构的建筑物 铁皮 内部有回收等物品 火势相当猛烈 一度动用挖土机破坏铁皮 以利救灾 消防人员呢 全力灌注下到5点30几分才扑灭 好 汉翔公司台中区厂 这个厂区呢 粉尘气爆引火酿成16伤 市府现在热令停工 台中的汉翔公司 这个汉翔航空工业公司 位于台中市的西屯区的厂区 因厂内的集成区 粉尘气爆发生火警 消防局货爆到场抢救 然后员工有人 有人这个 一名员工被救出的时候 已经没有生命绩效 绩效 另外有6个人轻伤 在医院治疗 那这个正在调查厘清 台中市的劳工局表示呢 以派员到现场实施检查 并要求先停工 查明原因 做好改善后才能复工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汉翔航空工业公司 在台中市西屯区的厂区 这个整个都是变成 好像大地震过后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因为他只好破坏 破坏那个抢救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 彰化飼料代工厂大火 我之前有跟大家预告 就是年底这个月呢 一定是 灾难不断的传出 撞车火车脱轨 在国外有火车脱轨 我说火车的意外要小心 接着下来就是火灾 大地震全部到齐 五件大事全部到齐 好 这个灾难呢 真的是令人很惊悚的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所以呢 台中这个 基本上呢 他要开罚三万到三十万 我觉得都是没有用的啦 为什么呢 已经烧成这个样子 你说开罚有用吗 对不对 然后呢 彰化花坛处 一处占地广大的 飼料代工厂呢 12月18日深夜发生大火 因厂房内堆满了 易燃的塑胶原物料 千瓶厂房复制一具 损失惨重 起火原因现在正在调查当中 那飼料代工厂呢 占地达四千五百平方公尺 也就是有千瓶以上 火是用盐烧多栋铁皮 跟加盖的厂房 那大批救灾人员 肉业抢就长达四小时 直到天亮 在二十九日上午八点钟 才将长火扑灭 那中和电塔 凭爆炸 哇这更恐怖 来这个电塔莫名其妙 不晓得为什么呢 今年呢 已经发生三次爆炸案 你看一二三三次爆炸案 那浓烟吓死人了 你看到没有 然后在新北市中和区的 福祥路与胜利路口的 高压电塔锦临民宅 这个爆炸案 真的很恐怖一次 没多久一个月来三次 一个月来三次 所以呢 这个电厂超过三十年 那周围民宅距离不到一百公尺 很近一百公尺很近 等于隔 如果以巷子来讲的话 就隔马路我们讲 四线道的马路大概三条马路而已 很近 所以这个爆炸很可怕 那超过三十年应该是不是要好好的来整修一番呢 那今年十二月初最为严重 民众听闻爆炸声响后呢 正正浓烟就直串天际了 伴随 那个火花 很多祝福就仓皇逃生去 生怕火警 那波及到民宅 引发更严重的事故 来看到没有 台湾光是台湾我们不要讲国外了 森林大火什么大火 整个2021年呢 从农历的一月到十二月 灾难不断 天灾加人祸 一直在扩大 一直在扩大 好所以呢 请大家务必要小心 好我要先讲一下 2022年的一月份是任饮年 任饮年是变动年 水加火灾毕裂 好水加火灾毕裂 农历的二月呢 要特别注意地震 农历的三月呢 还会继续有大火开始 所以呢 年后的能够平静两个月 很难呢 一月份呢 是现在呢 经济加疫情的海啸 接下来就是火灾不断的频传 然后呢 农历三月是甲月 甲月跟蚁月 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火灾 好因为到蚁月的时候 在农历四月 农历四月属火 农历五月属火 那今年呢 2022年呢 到底呢 在上半年之间呢 我相信呢 还有很多的意外频传 所以呢 请大家要特别小心用火了 像这个店员啊 下班的时候赶快关一关 那上班再开就好了 像我昨天很晚 我们参加一个活动 很晚才回来 那我的那个大包包就放在办公室 我进办公室 发现有很多店员没有关 我就随手关掉 所以呢 也请大家务必要谨慎 好不好 我要邀请我们的小编谨慎 下班前 先把店员都关掉 因为你关了店员以后 万一发生什么事情 比较不容易爆炸 比较不容易爆炸 因为它有阻绝的效果 所以呢 也希望提示大家呢 我刚才讲过了 如果以这个农历来算的话呢 农历一月是经济大动荡月 为什么双刃月 双刃月现在美国联署会要升级 我们另外做节目给大家 还有呢疫情海啸 现在全球的疫情呢 美国现在一天一百万人 台湾现在已经失守了 欧摩孔呢 我们在台湾已经失守了 到昨天为止有八个人了 现在还有那个什么 他去到的足迹呢 那个就是那个清洁员呢 他去到足迹居然是那种 就是歌唱的那种聚会 那你想想歌唱聚会有千人呢 那万一染疫的话那还得了 现在到底要匡列多少人呢 现在台北市政府已经下令了 下令就是说不能去看病了 好那除了这个题外话以外呢 我还是要提示大家 除了火灾灾结会继续延烧以外 我们还特别注意 水火交织的连续会三年 绝对不是一年 2021 2223到2024年 我们在2023到2024年呢 才在交换年 在八运到九运 那八运到九运呢 明年呢 2022年 不今年2022年 明年2023年 这两年的运势一定会非常差 那既然运势非常差的话呢 全球的动荡非常大 也希望大家提高警觉 好吧 那如果你还喜欢海洋老师的视频 不要忘记了帮我按赞分享 开启订阅按下你的小铃铛 随时关心国际局势 关心国家大事 关心自己的运势 好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谢谢大家 拜拜